考研我到底是选择学术还是专硕 我介绍一下学术和专硕的区别 那么你应该明白 自己到底想考学术还是专硕 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培养目标 培养方式 学习费用 继续学习方式 学术主要培养学术性研究人才 专硕主要培养高层次运动人才 学术主要注重理论的学习 专硕则以实际应用为导向 学术一般学费在8000每年 而专硕则不同专业 收费不同 如果你打算硕博联读建议选的学术 还有就是理学工学农学建议选的学术 社会人为学科建议专属